31号跨年月 正当全国警方扩大执行防治酒驾专案勤务时 警察警分局在花莲市的中原路上 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 示意难停车辆之后 在这个男子身上还有车上收出14包毒品 男子当场被逮捕 而正当警员在宣读他的权力时 时间正好来到12点 大家是很开心跨年的 不过这个男子只能够遭违反毒品妨害 防治条例带回警局移送侦办 警察好忙只能在倒数声中抓人 指令声伴随烟火声 跨年夜警察和嫌犯都没有办法好好过 因为嫌犯带着毒品被警方拦查 来 这边好几袋了 很多吧 因为我刚才看到动作我就知道很多 31号深夜警方在花莲县吉安相巡逻时 意外发现一名驾驶行机诡异 拦截车辆后几名原警将驾驶团团围住 要他自己翻一下口袋 这一番不得了 竟在男子的车上跟身上搜出14包毒品 全案一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2022才刚开始 男子却只能在警方宣读权力中跨年 然后在警局开始2022的第一天 记者综合报道 演用猪作与木骘整理杆 是什么样的